一群猎人在山里被虎王袭击 年仅16岁的男孩害怕的躲在树后瑟瑟发抖 突然身后安静下来 只见一只独眼虎王慢慢靠近男孩 但闻到他身上的气味后却离开了 就在这时一个受伤的士兵却站了起来 引起虎王的注意 男孩以为虎王是来吃自己的 捡起地上的枪打中老婆 等其他猎人赶来时 男孩的胸膛已经被撕裂 生命危在旦夕 男人知道男孩活不久 安慰男孩在这里等他 随后拿起枪继续寻找虎王 晚上山里的野狼被血情味引来 开始分食遍地的尸体 而男孩由于还活着 被狼群一路拖到自己领地 静静等待着死亡 突然独眼虎王竟然出现在这里 但他并不是争抢食物 而是想救下男孩 在虎王霸惰的威严之下 狼群被吓得四散而逃 然而没多久 男孩就重伤而亡了 之后虎王带着男孩的尸体来到山下 把他送到男孩的父亲面前 父亲看见后悲痛不已 原来他们早就认识 15年前 千叔是当地最出色的猎人 但在一次狐猎时 他打死一头母老虎 而母老虎的身后 还有两只刚出生不久的小老虎 其中包括从小就独眼的虎王 作为猎人本该把猎物一同解决 但千叔却心软了 救走了两只小老虎 并把他们带到一个隐秘的山洞 然而没有母亲的小老虎 肯定也活不了多久 于是千叔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给他们送来食物 结果没多久 其中一只小老虎还是死了 而剩下的独眼小老虎也消失了 直到前不久 一只日本小队在山里遭到老虎袭击 为了报仇 日本人请来当地的猎人 猎人用小老虎的尸体埋下陷阱 成功抓住一头母老虎 母老虎看着死去的幼崽 愤怒地扑向猎人 最终还是逃不过残酷的命运 随后他们抬着老虎下山 以为完成了任务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一头愤怒的独眼虎王 正朝他们袭来 但可惜的是 前方的断崖拦住了虎王的去落 接着自己的至亲 虎王发出愤怒的咆哮 之后猎人们把虎皮献给日本人 但日本人却并不满意 因为他们想要的是虎王 前段时间 虎王杀害了他们一整个小队的士兵 于是第二天 猎人们再次上山 并且带着老虎幼崽的尸体 故技虫师在山上提前做好陷阱 然而这一切都被藏在暗处的虎王 看得一清二楚 夜幕降临时 猎人们正在侃侃而谈 突然听到陷阱处传来动静 他们赶紧拿着猎枪赶来 结果却大势所望 中陷阱的只是几头狼而已 由于没了陷阱 虎王成功带走了幼崽的尸体 看着可怜的小家伙 虎王的悲鸣让人心碎不已 而猎人也察觉到虎王不好对付 于是找到曾经最优秀的猎人亲叔 但亲叔自从有了儿子之后 为了守护在家人身边 早已金盆洗手 不管他们怎么劝亲叔都无动于衷 最终无功而返的他们 只能是阴长 把签书的儿子小千带到日本人面前 在他们的教唆下 小千兴奋地加入了捕猎的队伍 成为了名年轻的猎人 之后他们和一支日本军队一起 再次上山围捕虎王 这次他们不再刺激而动 而是正大光明敲锣打鼓 引起虎王的注意 不得不说这群人作死还是有一套的 很快虎王果然出现 但事情并没有按照他们想象的发展 虎王不但没有被吓到 反而兴奋不已 毕竟谁看到这么多美味的食物会不激动呢 虎王的气势吓得众人四三而逃 就连训练有素的日本人 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很快小队就全军覆没 等到其他人赶来时 只看见遍地残缺的尸体 晚上狼群被血腥味引来 发现小千竟然还活着 于是准备把他带回去 就在这时虎王突然出现 他是来救男孩的 但狼怎会放过到嘴边的食物 一头狼率先扑下虎王 结果却被瞬间秒杀 看着凶狠的虎王 其他狼是敢怒不敢言 只能被吓得四三而逃 随后虎王帮小千舔干净脸上的血 但小千还是因为伤重停止了心跳 之后虎王带着小千的尸体 送到他的父亲亲叔面前 亲叔看着虎王和儿子 想起曾经自己开枪打死虎王的母亲 幼小的虎王就在旁边 那种无力的愤怒和痛苦 难道这就是报应吗 随后虎王默默离开 从现在开始 曾经所有的恩情一笔勾销了 而另一边 日本人经过连续几次 被虎王袭击损失惨重后 这次他们决定直接火力覆盖 用火药把整座雪山炸了个底朝天 并且封锁了所有出口 想在山里围剿虎王 虎王看着狡猾的日本人 选择主动下山出击 他像死神一般神出鬼没 日本人被吓得瑟瑟发抖 连枪都拿不稳 尽管日本人集体超大射击 但虎王却丝毫没有退缩 反而更加愤怒地扑向他们 疯狂地撕咬着发泄着 而就在不远处 猎人正在眼睁睁看着这一切 原来他们是故意引日本人来送死的 见日本人全部倒下 猎人一枪打中虎王 随后赶紧让人困住他 就在猎人准备捕枪时 虎王挣脱束缚 一把扑倒猎人 一爆制爆才是真理 最后虎王放过其他人 来到千叔家附近 现在他唯一的遗憾 就是报当年千叔的沙姆之仇 双方立马心领神会 随后千叔拿出尘封多年的猎枪 一把火烧掉房子 因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之后千叔独自爬上雪山 准备和虎王在雪山之巅展开决战 千叔看着重伤的虎王 向他身居一躬跪了下来 他不仅是在道歉 更是在忏悔 随后千叔举起猎枪 同时虎王朝他扑来 却被一枪打中 奄奄一息 这时千叔却丢掉手中的猎枪 站在悬崖边上 虎王也瞬间明白他的意思 用尽全力向他扑去 最终一人一虎掉落悬崖 或许这就是命数 万物皆有灵 你救我一命 我报你一恩 请不吝点赞